大家好,我是Stan 目前金正恩蔡野吉事件越演越大 同一开始的操作金正恩 更是延伸到校园 学历造假 耍大牌等的争议 而昨天下午 蔡野吉的所属公司 也正式发出了立场文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属公司的立场文 有关金正恩韩剧 戏干的争议 不是因为蔡野吉而引起的 这部分已经向 金正恩方明确的确认 一般常识下 一个电视剧的男主 在没有自己的自由意识下 只是按照某个人的指示 而行动 是无法让人理解的 虽然在公开的聊天内容里 没有出现 但是当时 金正恩也对蔡野吉说过 那你也不要做 这些只是恋人关系的演员们 常见的爱情争承 但是与争承无关 会正常进行拍摄 金正恩应该是有了 其他个人情况 然后关于学历造假 想要回复一下 蔡野吉有收到西班牙 Madrid Complutance大学的 合格通知 实际上也有准备入学 但是之后 因为在韩国开始了演艺活动 所以没能正常上大学 最后关于再次被提出的 校园 一切都不是事实 整理一下就是 金正恩的态度问题 不是因为蔡野吉 而是自己的个人情况而引起 那些聊天内容 只是恋人之间很平常的爱情争承 而蔡野吉有收到合格通知书 准备上西班牙的名门大学 但是因为韩国的活动 我没能够去 而校园绝对不是事实 我们先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迪士尔公开的聊天内容都是事实 太冲击了 也就是说 不要对工作人员打招呼 这个内容也是事实了 要声明的话 最起码要公开其他聊天内容 或者是合格通知书吧 这不就只是听从蔡野吉的话声明的吗 西班牙的这所大学 是西班牙排名第一的大学 就像我们的收尔大学一样 不会依据西班牙话的人 怎么能考试合格呢 所以跟西班牙大学教授吵架的那段内容 也都是在撒谎了 西班牙教授吵架 所以学历造假这个争议 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 首先是蔡野吉在2013年出道后 经纪公司与记者的采访中说过 蔡野吉高中毕业后 独自一个人去了西班牙上大学 去年因为放假 暂时回国的时候 被现在的所属公司代表给挖掘了 然后在另外一个采访中说过 蔡野吉原本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播 而不是演员 20岁的时候 不顾家人的反对 一个人去了西班牙留学 进入了西班牙大学的新闻广播学系 就读了三年 然后暂时为了矫正牙齿 回到韩国的时候 被所属公司的代表给挖掘 开始了演员生活 对于没有成为主播 而是成为一名演员 蔡野吉本人表示 绝对没有后悔过 然后在2014年 蔡野吉接受杂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 连一句后来都不会的20岁时期 拿着一个心理就去了西班牙留学 在学校教授对我说 你们国家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我打开了录音机录音 回到家 整个晚上都利用电子词典 翻译了那端录音 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拼命地学习西班牙语的六个月后 我将教授说的那些话 直接在说出来后对他说了 我出生的韩国 不是你可以鄙视的那种国家 最后就是在2017年 3月播放的 阿能向你们节目中 高考结束后 对西班牙语产生兴趣 直接就去了西班牙留学 被西班牙语给迷住 在西班牙上大学了吗 蔡野吉前后恢复了两次 嗯 对此所属公司再次对媒体表示 初到初期 蔡野吉觉得自己会再回到西班牙上学 所以所属公司就提议 那就当成是已经上学了吧 蔡野吉就听从了公司的意见 之后知道新任时期自己的错误 在搬到新公司后 就想要重新纠正 而阿能向你们当时 因为出演综艺节目 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突然被问到 就回答失误了 之后在与媒体采访的时候 有努力纠正这个部分 当年10月 蔡野吉与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 为什么大家都对我的过去那么执着呢 有传闻说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主播 因此去了西班牙留学 并在那里上了大学 当然我是喜欢西班牙 所以也留学了 但是没有大学毕业 也没有过主播的梦想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那些话 因为紧张 所以说错自己的学历 这是什么狗话 所以目前为止说的谎话 都是因为紧张 那么非常具体的 与教授的那段内容 也是因为紧张而说错的吗 不就是训言证 还什么紧张 就算是真的失误 但是之后受访的时候 怎么不说是自己说错话了 反而是说大家在执着 干净利落的盗窃就好了 一直狡辩的话 争议会变得更大 一直说谎话的话 就不知道要在哪里停止 为了掩盖前面的谎话 就要不停地在制造谎话 但是也有少数网友们表示 被骂得这么惨 我还以为是犯罪了 不就是拘束了一下男友 当然不是说做得对 但是道歉不就可以结束了吗 演员的人品问题 又不是一两天 各种犯过罪的人 也出现在电视里 操机也这种程度 又不是两三岁 都32岁的男人 被女友操作后 毁掉电视剧 才真的是不正常 你们会因为男友 或者是女友的命令 在公司胡作非为 碰到上司的手 用湿巾擦后 被炒鱿鱼吗 只是因为对男友的执着 你们的反应也太夸张了吧 有没有上大学 有什么关系 演员只要演好戏就可以了 只是说了点谎话 就这么拼命地攻击 重新收到了关注 然后在昨天 也有工作人员出来爆料 曹爷记在片场 对工作人员们 耍大牌的事情 对于曹爷记的各种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